大家好,我是马面仁 从事教学这几年呢 被问到许多次关于双踏初学该怎么练的问题 尽管我如法的啊,有白白种的练习方法 但我最喜欢的呢,还是本回要介绍的这个方式 与其一开始就用双脚盲目的干四联营 造成身体不稳,脚不稳,又要顾手 我认为呢,这只会拖累学习的热忱与兴致 我们换个方式,若是以左脚单极的脚杆作为出发点 在右脚配合双踏的乐距 我认为这个会在开始的时候呢,容易许多 也能较有效的将双踏的基础给打起来 开始的这篇主要句型呢 是以八分音符与十六分音符的单极作为组合 在本篇开始前呢,我们要先来确定采集的动作 以比较容易操控的close为主 也就是将骨锤贴上打击面 但请不要用力压它 分别以双脚慢慢交替踩踏 每次以两下为一组 踩下去的同时呢 要确认脚底的哪个位置踏下去的 并且要让双脚同一位置进行动作 接着呢,请看影片的示范 开玩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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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